晚安小姬,本名成能串 是一名台湾知名YouTuber,台湾网路直播主 直播以恐怖探险为主 直播内容经常出现非自然现象 或不符常理之事 晚安小姬与安奥今年2月开直播 声称跑到柬埔寨的诈骗园区 并声称遭当地军人发现病毒打 然而,这场惊悚的直播后来被证实是制导自演的骗局 企图利用这样的学头来吸引观众和提高点几率 最终,柬埔寨当局对他们判处两年监禁 目前他们正服刑中,短期内无法回家 晚安小姬与8日晚间 在棋粉砖上公布了一封手写信 表达对台湾的思念之情 在信中,他回忆了4月时的一段温馨时光 当时他喊喊闹获得了一块面包 两人在面包上写下生日快乐 并画上三根蜡烛 象征性地吹了一下并许愿 这次简单的生日仪式让他们感到十分难忘 信中还提到,经过这次事件后 我们会变得更成熟 从人还准变成男人只需要一件事一秒钟 我非常想念台湾 想念我的家人和朋友 等我回来,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我 有事他与韩国人聊天 对方问他有多少粉丝数 这次晚安小姬忍不住屁股翘了起来说 A lot 而且每次直播时观看人数都破万 最高有5万人 韩国人却不相信 由于信件的日期是2024年7月6日 但晚安小姬在7月8日就发文了 这引起了网友对信件寄送速度的质疑 许多人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为什么7月6日在柬埔寨寄出的信 7月8日就能到台湾 每次寄信的笔记都不一样 这是骗局吧 还有网友表示 火箭配送 信件不一定要用记得 可以托人带回来 我上次寄东西到越南用了三天 运费快3000块 这真是笑死了 国际包裹信件两天能到 跟我说一下是哪间快递 运费是多少 大家对晚安小姬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loose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